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就到了台湾 到了台湾以后呢 他就在台湾结婚成家 然后呢 就有他的 我们有三个小孩 我有个哥哥一个弟弟 我排行老二 那我爸爸因为是军人 退伍以后呢 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工作 他后来就去做煤矿 那做煤矿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 但是呢 我爸爸在做煤矿之前 他信了耶稣 他是怎么信耶稣的 因为他没有办法回大陆 然后呢 他又一直想 人生到底为什么而活 又在台湾又不是他的家 那回中国又不太可能 那他就放纵他自己过他想要过的生活 有一天呢 他就看到火车 铁轨火车就压死了一个女人 然后他看到那个女人被压死的时候 他战争看了太多死人了 他不会觉得很可怕 可是那个女人让他就怎么样 睡不着觉 晚上睡不着 白天就怎么样 就睡觉 然后晚上呢 就老想那个女人的画面 也因此呢 就他的连长就带他就说 周中鲁 你要不要去信耶稣 他因为想说 信耶稣是一个精神依靠嘛 那就去信看看好了 没有 那一天的题目刚好是说 人从哪里来 将来要去哪里 特别他想到他战争 死了这么多人 这个女人 人从哪里来 将来要去哪里 这也是他的问题 所以他在那一次的布道会当中就觉知信主 信主以后 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督徒 连我这个女儿都要为他做见证 他很早就起来祷告读圣经 这是我永远的记忆 就是我爸爸常常很早的时候起来 就跪在主的面前 读神的话 为很多的事情祷告 当然他对我们很严格 就是要怎么样 背圣经 如果我们不背圣经的话 是会被修理的 所以我哥哥我弟弟 非常不喜欢背圣经 所以家长们如果要鼓励你的孩子 背圣经 不要打他们 那我是很听话 我就背 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 背圣经对我的生命来讲 是这么的有帮助 特别在危险的时候 特别在我孤单的时候 或者是我需要的时候 圣经带给我的安慰胜过人 那我爸爸就做煤矿 然后在1984年的时候 台湾的煤矿发生了三次的很严重的爆炸 那这三次死了297个人 那有一个98个人 就是植物人 那我爸爸在煤矿里面是做什么 他是做爆破的 你知道煤矿 台湾的矿坑都非常的深 都到2000多公尺 3000公尺 那非常的热 那可是你要挖煤矿之前 你要先做爆破 所以我爸爸是做第一线的工作 是最危险的工作 而且这工作一爆破 如果爆的不是很好的话 他自己就会被埋在那个沙土里面 石头里面 所以我爸爸就做煤矿 直到有一天 就是我说的1984年 发生了煤矿爆炸 当时我爸爸也在煤矿里面 那我爸爸在煤矿里面 常常做一个传福音的人 他常常告诉这些煤矿的 这些他的同事们说 因为做煤矿的人都很怕死 所以都会有投保险 然后他就告诉他们说 你们投的是什么保险呢 信耶稣最保险 信耶稣有平安 他都常常写在那个煤矿坑里面 那一天就发生了爆炸 发生爆炸的时候 他就向主祷告 一个敬畏上帝的人 一个常常寻求上帝的人 不论发生任何的事情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 向神祷告 他也不例外 所以他就向神祷告说 主啊到底怎么回事 主就告诉他说是爆炸 他一听爆炸 他就想完了 爆炸一定出不去了 因为他在煤矿的最底层 因为他是第一线工作 他要做爆破 开那个煤矿 开那个石头 所以呢他知道是这样子的时候 他很担心 然后呢主就用给他一句话 主告诉他说 我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圣经有没有这句话 有 所以呢他听到神的话以后 他心里非常的安慰 然后主就告诉他 你快跑 他就赶快跑 当他快跑的时候呢 就找到了一个风管 就在那里 可是主又告诉他说 你不要留在这里 你快跑再往前跑 但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常常听主的话 主告诉他他就会顺服 所以我爸爸因为常常亲近神 他就知道是神对他说话 他就没有留在原来的地方 如果他原在原来的地方的话 在那里死了 就是大家都想要抢那个风管嘛 所以呢就死了十几个人跌在一起 他就往上跑以后呢 就找到一个小风管 就在那里待了好几天 那对于我这个在外面的女儿呢 我那时候高三 我都建教合作 所以我到工厂去上班 然后那一天就看到电视说 又发生一起 煤矿爆炸海山一颗 我一听 我爸爸在那里工作 一看打出我的爸爸的名字 周中禄 我当时马上就跟我的班长讲 我要请假 我爸爸发生煤矿 我要回去 当然他们就帮助我 我就回家 在车上的时候 我一直哭一直哭 因为我爸爸非常爱我们 那我也想到我爸爸这次 因为新闻说 绝对没有生还的 因为非常的严重 上两次都没有生还 何况是这一次呢 所以我就一直哭 非常的难过 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祷告 可是这时候 圣灵就在我里面 给我一段话 就是在诗篇二十七篇 诗篇二十七篇第一节 第一节告诉我们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 是我的拯救 我有什么可具的呢 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 我有什么可畏惧的呢 当时圣灵告诉我的就是 我是你爸爸性命的保障 所以当时我有圣灵给我的话的时候 我就真的就擦干眼泪 就到煤矿坑去看 就去现场 我就看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真的是哭的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她的依靠就是我的父亲 我父亲如果不在了 她怎么办呢 所以当时我一看到我母亲 我就告诉她说 我们不要哭 哭也要看到什么 看到尸体在哭嘛 我们都还不知道是活的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我们要哭呢 我就鼓励她不要哭 那当时台湾的人很多人就是民间信仰 然后他们都会去招魂到坑口里面 拿着就是他们亲属的衣服去那边招魂 然后做法事 可是我们家里面的人呢 我们就在一处一起祷告 当时有很多新闻记者 平面记者或是媒体 电视也来采访我们 我们就向他做见证说 我们是基督徒 所以我们不去这样做 可是我们在这里安静的仰望我们的上帝 那我爸爸在煤矿里面总共五天四夜 五天里面没有亮光 没有灯光 灯光是他有的头灯 那在坑里面呢是没有水 也没有 当时我们知道有风就有空气了 那没有水呢 他就用尿尿 他自己尿他的尿 然后喝 可是尿放久了会怎么样 会发酵会臭不能喝 他就向主祷告 主就告诉他说 你抬头看啊 他就抬头一看从岩石怎么样 滴一下水来 他就用安全帽接着就喝那个水 那也不知道多少天了 他也饿了 那他就想说 以前有人空难就吃人肉嘛 他真的就是割了几句小腿 但是他没有办法咬 他就切一切 他也奉主的名来祷告 那当他出来以后呢 我们也去这几家人向他们传福音 然后告诉他们 那他们也能够理解这样的情况 那一直 他一直出来 没有办法出来的时候呢 那他就一直在找出路 找不到出路 那在外面的我呢 我也是一直向主祷告 你知道吗 当时有一些 因为做煤矿的话是45度的斜坡脚 然后旁边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煤层去挖 那从下面的爆炸的时候 上面还有一些人 可是他们也是死掉了 所以他们上面的人 就被救难人员怎么样救出去 就是人是尸体拉出去 那尸体拉出去的时候要认识 那认识的时候 我哥哥是军人 那当时他有 他是那个不能够请假的 他只有回来一天就回去了 我弟弟才国中 我妈妈非常的害怕 我们家就这几口人 谁要去认识 就我去认识 认识我也不知道认识到底是怎么样 我只知道说家里要有一个代表去啊 我就去了 当我去认识的时候 我真的向主祷告 主给我力量 当我去认识的时候 我才知道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 至今我的脑海里面 都可以出现这样的画面 人如果经过高温的时候 他的筋会缩起来 然后呢 做矿工都不穿衣服的 所以他们的皮肤被高温烫过了以后 就像那个鸡皮被烫一样都破掉 流汤 连眼睛都掉下来 但是我要怎么样 我要一句一句一句的去看 确定这是不是我爸爸 然后我要在外面签名 说没有我的父亲 第一天看了十几具尸体 我妈妈问我怎么样 我能够告诉他吗 我不能够告诉他 第二天又上来了 我能够叫我妈妈去吗 我仍然不能够叫我妈妈去 我还是要怎么样 靠主的恩典去 我去的时候 我真的向主仰望说 主啊 我不知道怎么办 你给我勇气 我就去了 当我翻这个尸体的时候 翻到第三句的时候 圣灵对我说话 他说玛丽 你为什么在死人中间寻找活人呢 我的名字叫做周玛丽 我爸爸万万没有想到 他为我取的名字 竟然在永恒 在这个时间的国度里面 神会 圣灵会用这样子的情况 来呼叫我的名字 也因为如此 我就没有再去认识 我相信上帝对我所说的话 我不必在死人中间寻找活人 所以呢 每一次他们有拉上来一句两句 我直接在签名上面写 没有 签上我爸爸的名字 跟我的名字 就直接我连进去都没有进去 就签 没有 我相信上帝会给我们恩典 那我爸爸在梅矿也不知道几天了 大概也是五天了 四五天了 他找不到出路 他就在一块岩石上面写下他的名字 我是周中鲁 然后呢 在这个岩石写下他的名字的时候呢 他在那里做了一件事情 他向主认罪祷告 他知道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 所以他在那个时间里面 他有充分很多很多很多的时间 好好的去思想 他这一生当中在哪里得罪神 他就一样一样一样的向主成名 他也相信他如果口里承认他自己的罪 神必要赦免他一切的过犯 他就在那里等 等了以后呢 祷告完了以后呢 也累了 主就叫他说你抬头看 神常常叫我们抬头仰望他 所以他一抬头一看 结果就 这是一个常识 就是一个人在暗处的时候 一看到什么光明的地方 亮的地方 当他抬头看的时候 在一个岩石就是很多落石的当中 看到有一个地方 特别有一点点亮光的感觉 好像比较薄 他就拿木材去 一动整个石头就怎么样 往下垮下来 那里就出现了一个大洞 然后他就爬出来 爬出来以后走了大概两三百公尺 就看到救难人员 他就跟救难人员说 我在这里啊我在这里啊 救难人员都不敢下去 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看到鬼了 怎么可能有人活着呢 这么多天了 当然我爸就跟他们讲 我是谁 我还活着 你们不要爬下来 然后他们就下去 下去以后就把他救上来 然后总共在地里面五天四夜 这样子 救他上来的时候 当然就是救护车或是医疗 就马上会 就是马上就是 带他要到医院去 当他要去医院去的时候 他一直告诉媒体 当时媒体很多人来采访 他就说是耶稣救了我 是耶稣救了我 所以为耶稣做见证 那这样子 神就这样子带领他 经过了死因的幽固 然后让他可以去经历到 上帝是拯救人的上帝 我也经历到 我们如果多被神的话 真的在很多的时候 神就用他自己的话 对我们来说话 那前三年我的父亲 因为做煤矿的关系 他的肺不是很好 就是有沉肺症 所以他现在走路的时候 比较辛苦一点 因为呼吸的关系 三年前他肺破掉了 气胸知道吗 就是肺破了以后 就像气球一样打进去以后 那个气球不会 脏开了反而 跑到别的地方去 所以我爸爸气胸以后呢 整个身体脏了两倍大 脸啊身体都像气球一样 那就送到家户病房去 送到家户病房去的时候 我们也很着急 医生也告诉我们说 医你爸爸这样的情况 应该是没救了 因为他本的肺 只有三分之一可以用 又加上破掉 但是医疗还是要维持他的生命 我们每一天去看他 我都按手在他的身上 按手在他的肺上面 我说主啊我奉你的名宣告 我们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爸爸的肺腑是你所造的 所以你要赐给他新的肺腑 我就宣告上帝的能力 在他的身上 我每次去就是这样祷告 护士也是这样听 医生也是这样听 这是圣经一百三十九篇 第十二十三节 所以当我们用神的话宣告的时候 其实给我们信心 我们不论上帝成不成就 但是我们能够宣告 就是让我们更信靠神 我每天就是这样去宣告 一直做了第十六天 第十五天晚上 医生就告诉我说 情况不是很好 因为他的肺没有张开 会三年 三年就没有救了 然后他就告诉我说 只能做两个决定 第一个就是气切 用大量的氧气去把肺撑开来 否则不责就是让他自然死亡 他要我考虑一个晚上 那我就回家祷告 但是我心里有平安 我的平安是什么 生命在上帝的手中 或是这样或是那样 上帝有全然的旨意 那隔天早上我就去医院呢 医生就跑过来跟我讲 你们的上帝救了你的爸爸 还有我说感谢赞美主啊 他说很奇妙的 今天早上开那个炸役时光 他的肺竟然自然愈合了 然后坐了几天以后他就出院了 现在他的头脑很清楚的 他还是可以读圣经可以祷告的 所以上帝对人的拯救是全然的拯救 但他有一个信心我觉得也应该跟弟兄姐妹分享 他一直向主祷告说 主啊我如果不是被提在空中遇见你 你就让我平平安安的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在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渴望主来的日子 所以今天是我们今天是最后一个晚上留在墨尔本 我也要鼓励弟兄姐妹 好好地读神的话 我们不知道哪一天神的话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带来极大的恩典跟祝福引导跟安慰 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没有上帝的话 我们有什么呢 应该会说我们基督徒我们拥有的就是上帝的话 还有好好的服侍神 预备等候主的再来 因为我们相信我们都是有救恩的人 可是将来我们在主的国中神会问我们 我们是如何的来使用我们的一生 我想这是上帝会问我们的 鼓励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好好的使用我们今天有所拥有的 当作在这个地上来荣耀神经历神 而且将来能够在永恒的国度里面 得到神的肯定跟奖赏 我不知道下次还会见到你们 但是如果我们好好的跟随神 我们一定会在神荣耀的国度见面的 好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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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